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英文还把矛头指向国民党 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开始担心两岸及涉外问题会让民意转向国民党 蔡英文的做法是否迫切希望把矛盾拉回蓝绿政治对决中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伟汉赖月谦带来全面解析 美国联邦众议院当地时间24号表决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要求强化台军军事实力并认可美国派遣高级军事官员访台 对此台当局再度表示欢迎 相关信息如何解读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伟汉赖月谦有独家观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俄 安倍表示希望通过自己与俄总统普京加强信赖关系缔结和平条约 构筑两国永久的和平稳定 事关和平条约与争议领土问题 日俄之间的可谈空间有多少 俄方提前定调 俄罗斯既然无意让出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为何一再和日本进行谈判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有深入解析 海峡新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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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谢清明 选好钻六桂符 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桂符珠宝居民播出 由国民好奶粉 明依奶粉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5月26号下午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同布吉纳法所外长巴黎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布吉纳法所 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即日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布吉纳法所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吉纳法所承诺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26号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就布吉纳法所宣布 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中部复交做出回应 安丰山表示 中部复交是布吉纳法所根据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做出的正确选择 事实再次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中国民航网25号消息 2018年4月25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致函44家外国航空公司 要求这些公司在信函发出之日起30天内 纠正其官网相关内容中违反中国法律 违背一个中国政策的错误做法 截至5月25号 44家外国航空公司中已有18家完成了整改 26家因技术原因申请延期并承诺整改 承诺整改完成时间最早为5月28号 最晚为7月25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已富含同意 届时被点名的44家航空公司 会对台港澳地区给出正确的标识 即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将密切关注上述航空公司的整改情况 并依法保障外国航空公司在华开展航空客户运输业务的权利 针对此事 岛内舆论和媒体不分蓝绿都高度关注 台湾市部门26号发新闻稿 指责中国大陆所谓全面胁迫国际民航业者 妄称大陆做法是在自我践踏关于两岸一家亲 及两岸同胞心灵弃合的宣誓 即24号声称对大陆不会再忍让后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今天上午继续口出狂言 蔡英文今天上午在办公室进行一场接见活动时 公然称统一不应是唯一选项 同时批评国民党不团结 我在媒体上也看到在野党主席对于终极统一的主张 主张统一是在野党的自由 但是统一不能是台湾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唯一的选项 说到最后台湾民众又一次被代表了 蔡英文表示面对压力不会屈服 这就是台湾人 就在前一天 蔡英文一边抗议大陆所谓的打压 一边还不忘指责国民党对大陆行为之容忍难以理解 此言一出引来国民党方面的不满和回击 这么短的时间就断交了几个国家 我们心中是觉得不好的 但是我们去夸奖民进党说 你很厉害不断的断交 然后跟两岸有毒不回 你很了不起不可能的事情 民进党狂批马政府 但是现在居然还完全执政之后的民进党 蔡英文还持续的把这个责任推给在野党 这完全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 如果不行无能的话 你只会骂在野党 那你就下台吧 与其听你在批评像赌气的发言 还不如听你的这个卸任感言 深陷所谓断交危机中的民进党执迷不悟 不从自身寻找癥结所在 只会像从前一样将责任都归咎于大陆 连国民党也一起骂 对此状况颇为着急的台湾媒体直呼 选择对抗对台湾民众将是不归路 就上次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清零 我们首先感谢月华不朽钢队 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前面 我们新闻提到的相关事件 那么其实面对一连串的 这样一个风波或者事件 蔡英文今天上午是公开的 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她宣称统一不应是唯一选项 那么马上就有党内媒体形容说 这表态不亚于曾经陈水扁 在自己任内同样也是第二年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8月3号抛出的 所谓一边一国论 好 蔡英文不断的在言语上 做出相关的表述 是否有可能意味着 接下来将如同陈水扁 一般的进入到一个暴冲的阶段 我们要请教一下黄尔汉黄先生 陈水扁跟蔡英文他们两个有同样的一点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过激的言论来骗选票 因为选举到了他们都需要选票 因为选举到了他们都对于自己的选票基础跟能力 感到非常的没有信心 所以需要做这样的动作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 陈水扁跟蔡英文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陈水扁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 在立法机构里面 佛民党还是多数 佛民党加亲民党还是绝对的多数 所以他曾经也在当领导人过程当中 自己一讲台独根本办不到 但是阿扁当时的意思是说 因为立法机构我根本没办法掌握 限制性规定 台湾不可能最后不是主要统一 因为现在限制规定两岸就是统一 才是终极的目标 蔡英文讲这句话的基础非常的简单 一来他在外事方面已经受挫了 所以他必须要转移焦点 第二个在我外事的情况受挫 民众可能对你感到怀疑 而且你所谓的两岸维持现状 已经变成一个空话的同时 他去批评国民党的吴敦义 因为吴敦义最近讲了 两岸最后的选项是统一 他说什么 他说两岸统一不应该是唯一的选项 但民进党的最后选项到底是什么 他没有讲 他只告诉你统一不该是唯一选项 记得我一开始讲了什么话 陈水扁跟蔡英文是不同的 陈水扁是骗票 蔡英文是更加的骗票 因为蔡英文现在在立法机构当中 拥有的委员数已经超过一半了 他可以去进行限制性规定的更动 如果你真的勇敢要做 而且负责要做的话 当然这么做可能会引起两岸关系紧张 这是确实 但是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之下 你能做但你做不做 他并没有做 而且他只是告诉你统一不该是唯一的选项 他现在用这样的方式也是在骗选票 他的动作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太过激 但是他讲话的部分一定会讲好讲满 反正所有能讲的他把它讲出来 我还是那个最简单的评论 你现在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你不要光是说 那他会不会做呢 我看他是不会 我们谢谢黄先生的点评 那么针对刚刚他有提到的 关于选票的部分的话 我们稍后还有一个问题继续来做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请教一下 赖有先赖教授 就是我们看到 对于这样一个境外航公司 因应大陆要求更正台港澳地区 标识一事台外市部门的话 今天是有发出一个新闻稿 那么其中有提出一个概念 对于这个概念 我们必须来向您做一个请教 请您来为我们解读 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说 这里面有逻辑上的混乱 就是台外市部门说 相关举动践踏大陆自己 关于两岸一家亲 及两岸同胞心灵弃合的相关宣示 那这样的表述 我们想请教教授您的解读 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民进党他们是不是认同 这个两岸一家亲 如果他们很喜欢 也接受两岸一家亲 我觉得双方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因为两岸一家亲 它必须是在这个九二共识 就是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这个架构底下 我们才有两岸一家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是不接受 也不承认两岸一家亲 所以他们一直逼得柯文哲 要去为两岸一家亲道歉 当你不认同的时候 你为什么去讲究 说你这样做的话 是会那个伤害到 两岸一家亲的这个感情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有关于追求两岸民众的 这个心灵弃合这个部分 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你在乎吗 那我们就看好了 他不在乎 他也不认同 那他就希望说 用这句话 用这两段论述 来去牵制中国大陆 蔡英文他的逻辑 错乱就在于 他又从来又不肯讲 这是法律一中 可是他又不断地暗示说 他是按照法律一中的概念 来推动两岸的政策 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出 他自己本身语言错乱 思想错乱 逻辑也错乱 好我们谢谢教授的观点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的 就是蔡英文的一些表述吧 蔡英文还说是针对中国国民党 他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台湾的内部没有办法团结 矛头直指国民党 有舆论就认为说 民进党开始担心 两岸还有涉外的问题 会让民意转向国民党 民党现在是不是迫切的希望 把矛盾点拉回到 传统蓝绿的政治对决中 我们要请教一下黄伟翰 黄先生 其实谈到团结 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地方 不管是哪一个村 甚至是一个家 或者是一个聚落 如果团结就有力量 不团结就没有力量 所以蔡英文此刻呼吁团结 显示出他感觉他身边没有力量 而且民众对于这几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执政前 跟执政后的落差 令他感到有点恐惧了 所以他呼吁团结 台湾最大的问题 当然是认同问题 其实大家所对于事情的看法不同 很多人觉得说我是中国人 但也有一部分人 他们觉得我不是 所以这两群人互相的攻击 不可能团结 然后在现在WHA 已经不能去两次了 2009年第一次 马英九在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情况之下 得到了两岸的水乳交融的一个气氛情况下 第一次能去在日内瓦 那个人是叶金川 叶金川抵达日内瓦的时候 被民进党的 其实是一个党工 一个女学生叫黄海宁到现场去辱骂他 他卖台 因为他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去参加WHA当观察员 那个画面的印象大家记忆犹新 好了 2016年的时候蔡英文当领导人 他派了林奏言拿着蒋炳黄的这个邀请函 他也去了日内瓦 也是用中华台北 蔡英文说完全的为台湾争光 没有任何所谓降格或者施格的问题 怎么同一件事情你的做法不一样呢 他用中华台北市是羞辱 你用中华台北市为台争光 这些事情台湾民众渐渐看到了 就是原来政治这么窝窝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但因为做法的落差 看法的分歧跟前后口不对心 无法团结 蔡英文当然担心 所以一来他要批评吴敦义 批评国民党 二来他要讲说 你如果不跟我团结 那我所有做不好都是你的错 又想把责任往外推 我们谢谢黄先生的观点 其实我们要说的话就是 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的话 因为几个事件的发生 岛内的民意越发的看透 民进党已经蔡英文方面的一些 所谓的手脚 越发的认同到说 在过去究竟如何 以及现在究竟如何的一个状况 那么相关讨论 我们也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 那么这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以后 将会带来怎样的后续效应呢 广告回来我们一起来探讨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当地时间24号表决通过 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要求强化台军军事实力 并呼吁依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可以派遣高级军事官员访台 而事情才刚刚过去一天 有美国国会所谓的友台派议员更是趁机作乱 提出所谓的2018年台湾国际参与法 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短片 报道称 当地时间5月24号上午 美国联邦众议院以351票赞成 66票反对 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根据美众议院日前公布的法案草案 第1253条载明应与台当局相对部门协商 全面评估台军军力 特别是后备军力 并评估加强双边合作 与提高台当局自我防卫能力 法案生效后一年内 美国国防部长在与国务协商后 应向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递交报告 说明评估结果 建议清单与计划采取的方案 据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 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国防授权法案上 拿台湾做文章了 2017年7月14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 审议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要求美国防部长 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 台湾问题一直以来 都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一环 自今年3月所谓的与台湾交往法通过后 所谓台美官员互访禁忌被打破 美国有台派人士也屡屡为台湾发声 美国当地时间25号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贾德纳 与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提出所谓2018年台湾国际参与法 扎德纳声称 由于中国大陆施压 台湾被排除在世卫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之外 所谓2018年台湾国际参与法 就是对此一现象进行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曾在例行记者会上坚定回应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坚决反对美台之间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任何挟洋自重 图谋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反对 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也曾在记者会上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美方 尽手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干扰和损害 我们会看到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实是如同外界预判的那样 在众议院通过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相较于2017 2018的版本来说 这个版本似乎更具有针对信号 在众议院通过之后 台湾官方再度的表示欢迎 但是岛内的民众是抱持怎样态度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赖岳谦 赖教授 第一个我们很明显地发现 台湾的民众无感 非但台湾的民众无感 台湾的知识界 意见领袖里面也无感 无感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的行政部门也照样会签署 但是也照样不会执行 这就是无感 第二个部分里面就说 台湾又是被当棋子 那也就是说 今天你美国真的要协防台湾吗 你真的美国会愿意为台湾而战吗 那事实上大家看得很明白 是不会的 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一点台湾的绝大部分的民众 除了台独的少部分人以外 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很清楚了 美国人不可能为台湾而战 美国人也不可能为台独而战 而且美国人也曾经多次的跟台独说 你只要台独 我就不为你 随便你怎么做 那么两岸打起来是你家的事 讲得这么的明白 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很明白 但是台湾的民众更清楚的认识到 为什么都会在美国的众议院 或者参议院的相关的这些人士来推 推完了以后他们都会做一个动作 立刻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的民众都了然于胸 就是说你一推完通过以后 你自己也知道这个不会执行 美国的行政部门也不会执行 但是你为什么马上就到台湾来 你就是来要东西 要钱 我已经帮你做了 钱要给我 不给我就难看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这些美国的标准政客 跟台湾的这些人 不断地在唱双簧 而伤到的是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刚刚说的是岛内民众 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观感 我们要到过头来 来看一下官方到底会抱持 怎样一个态度 那么其实在今天台湾官方通讯社 发表的一篇报道中 就有大篇幅的关于去采访了一些学者 那这些学者就是认为说 台湾方面其实是可以在设外事务上 对于中国大陆方面做一些钳制的 有这样子的表述 那么甚至有提到说 包含未来台湾当局可以配合 美国在经济上面做一系列的动作 好接下来我们要和黄文汉黄先生 一起来探讨 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假设蔡英文当局接下来 从经济军售 还有包括军事等方面进一步的去迎合 去配合美国人 那么对于岛内局势 岛内局势以及两岸局势 两方面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这个假设的可能的情况 是非常有机会发生的 就是说蔡英文会非常希望 配合美国的所有要求的机会是很高的 因为她现在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 但是她美国支持台湾什么 帮你出兵吗 还是卖武器给你还是掏空刚刚拉老师讲的 我这是心有戚戚焉 掏空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 你要给这些国会议员钱 你要给他的相关的游税组织钱 你还要给他指定的公司 指定的建设 指定的项目钱 花的都是我缴税给的钱 可是能做什么 军舰有来吗 没有 陆战队有来吗 没有 台旅法官员有来 也没有 那之后呢 所谓国际组织也因为这样 所以明年所有国际组织 我们全部都可以用台湾的名义加入的吗 也不可能 好 总之 刚刚柯南所问的 蔡英文会不会配合 我对于这个蔡英文的走法 看法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她既然已经选择了 跟中国大陆对抗 她对于美国跟日本的任何要求 一定是照单全收 可是这样子的做法 对台湾到底是不是好 我相信时间最后会证明这一切 接下来我们要和赖教授一起 再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所谓的这样一个 有两位所谓美国国会当中有台派的议员 在25号提出的 关于这样一个2018年台湾以及国际参与的相关法案 好 那假使跟前面在国防授权法案一起结合 这些都是属于通过了也只是美国国内的法案 那国内的法案对于国际当中 或者说国际交往当中 可不可以产生实质的效果 如果产生不了效果 那它拥有的是怎样的意义 美国的国会议员 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对于国际的情况是不了解 他们常常会推一个 让大家提笑皆非的这些法案 那推所谓的提笑皆非的法案 意思就是说 他们没有认识到美国 现在在国际间的影响力是大不如前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美国 在国际间的道德的至高点 已经是崩解了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 美国现在在国际间 要发号施令的可能性 已经几乎是不存在了 然后他们还以为说 我推国内法 我就能够改变国际的问题 改变国际间的现象 所以他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 然后你们就 美国的政府就要在国际组织里面 要让台湾要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拿这一次WHA 美国的行政部门有多次的发言说 他们希望台湾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 有意义的参加 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发言 再来协会的处长也发言 美国的卫生署的代表也发言 那么美国的部长也发言 但是对不起 WHA不为所动 换言之也就是说 你美国根本没有这个影响力了 美国现在在安理会里面 它大概能起的作用 已经慢慢地退到 只能投下佛决权 它要退一个法案 没有中国俄国的支持 它几乎什么法案都推动不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已经不再像冷战结束之后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 美国现在也不过就是两强加一的格局下的一个世界框架 再加上中国有高的道德的制高点 中国的影响力当然是远远大于美国的影响力 所以我才会说 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 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凸显出 他们对于美国自己本身 以及国际情势的知识 了解的贫乏到让人觉得可笑 好 我们谢谢教授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俄 安倍表示 希望通过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加强信赖关系 缔结和平条约 构筑两国永久的和平稳定 事关和平条约与争议领土问题 日俄之间的可谈空间 到底有多少 视频的人郭健刚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叶清零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新华社援引韩国青瓦台消息 韩国总统文在寅26号 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格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晤 韩联社报道称 当地时间26号下午15时到17时 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格 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 清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 盈永灿在通过书面简报透露这一内容 盈永灿表示 双方为旅行4月27号签署的板门店宣言 以及朝美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 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 根据双方的协商 预计会谈结果将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时 由文在寅亲自发表 下面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5号下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 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 表示希望通过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加强信赖关系 缔结和平条约 构筑两国间永久的和平稳定 当地时间26号下午 安倍与普京在莫斯科科里姆林宫举行会谈 日俄两国外长防长磋商及2加2磋商 预计将朝着今年年内在莫斯科举行 展开协调 该磋商旨在通过积累 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员交流 一谋求形成信赖 推动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领土谈判 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 两国首脑也达成 将围绕海胆养殖等日俄争议 岛羽共同经济活动项目 展开磋商的共识 据日本NHK电视台25号报道称 在前往俄罗斯前 安倍在首相关底向媒体表示 我与普京总统的本次会谈 是他实现连任后我们的首次会晤 我打算与普京总统进行开诚布公 推薪致富的交流 以推进两国签署和平条约的谈判 取得进展 同时 我还希望与俄方进行磋商 推动两国的北方四岛联合经济活动 帮助原岛民回乡扫墓的人道主义措施等事宜 取得实质性进展 25号 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 安倍也谈到日俄争议岛与领土问题 安倍强调 将互相拿出最大的勇气 克服所有困难 表示决心与普京竭尽全力 推动日俄关系 虽然安倍此访 双方围绕北方四岛的 共同经济活动项目展开磋商 不过俄罗斯方面近日却再次重申 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领土 俄罗斯总统府国际事务助理乌扎科夫 在安倍到访前表示 将来签署和平条约的文件 应该符合战后的现实情况 文件应该明确写入 日本承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有关岛屿被合法地移交给俄罗斯 日本NHK电视台认为 俄方官员这一发言 意在重申俄方立场 即作为二战的结果 南千岛群岛已经成为俄罗斯领土 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评论员 郭宪刚老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次出访 俄罗斯有几大任务 一个是希望能和俄罗斯递接和平条约 构筑两国间永久的和平稳定 另外一个是继续努力 想方设法收回北方四岛 俄罗斯方面是称南千岛群岛 不过就在安倍出访前一天 俄罗斯官员提前定调 这些岛屿就是俄罗斯的合法领土 这种情况下日俄之间还有得谈吗 其实安倍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的北方领土问题 已经是好多次了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的总统的国家关系的助理 他明确的表明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谈的 要谈实际上就是谈俄罗斯具有这几个岛的国际法的依据 因为这是二战结束后 日本作为战败国 根据当时的这个亚尔塔协定 也就是具有国际法效率的这样的一个协定所固定下来的 日本这样做实际上是 违反国际法是对二战战后安排的一种挑战 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谈的 从俄罗斯方面来讲 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 但是从日本方面来讲 他想利用和俄罗斯谈和平条约 因为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 日本和俄罗斯没有签订和平条约 俄罗斯希望签订 但是日本方面总认为 要签订和平条约 应该和解决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挂起钩来 俄罗斯不同意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那么日本现在又想借着和俄罗斯谈 签署和平协议 来把北方四岛也塞进来 和俄罗斯继续谈 但是俄罗斯方面 我想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不会和日本谈 日本之所以要坚持这样做 他也是抱着一线希望 抱着幻想 认为俄罗斯现在处境艰难 说不定会答应日本的一个条件 至少不归还四岛 但是允许日本在开发四岛上 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 这样的话为日后日本收回四岛 奠定一个经济基础 好的 谢谢郭宪刚老师 我们稍作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 就日俄关系话题继续展开讨论 我们就日俄关系的话题 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评论员 郭宪刚老师 明知道俄罗斯方面绝不会用领土换开发 那为什么安倍每次出访俄罗斯时 都带着许多经济合作和共同推进岛屿经济活动的计划呢 日本方面不断地推动各种合作的目的又是什么 日本之所以每一次都要和俄罗斯会谈的时候 带一些什么经济项目 经济方面合作的建议呢 他是想利用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的困难呢 这个打经济牌 这个引诱俄罗斯在这个领土问题上 在这个四岛问题上 做出让步 因为在日本看来 俄罗斯的这个领土非常的广阔 这四个岛对俄罗斯来讲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你俄罗斯经济困难 我日本在经济上给你很大的补偿 那么你把这四个岛归还给我 做出让步 这是日本的一个想法 另外呢 日本觉得呢 俄罗斯在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例子 当俄罗斯这个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在领土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比如说在沙俄时期 由于当时的沙俄这个财政紧张 就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 那么阿拉斯加那么大一块地方 俄罗斯都能出让个美国 这四个小岛面积并不大 而且呢 如果归还日本 日本在经济上会给俄罗斯很大的武装 所以日本一直抱着这样的这个幻想和期望 此外呢 他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这个重要的转折点 或者关头呢 他是实际上是在奉承普京 因为普京我们知道 进入了这个第四任期 刚刚当选 这是普京当选之 再次当选之后 安倍第一次见普京 因此呢 他要对普京说些好听的话 意思是你已经第四任了 俄罗斯呢 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候 你能够拍板 能够顾全大局 那么你就会轻始流明 他也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不管怎样 日本这样做 是想趁着和俄罗斯签订这个和平条约的这个机会 使俄罗斯在北方领土上 做出一些让步 这样的话 安倍认为他在日本也可以是轻始流明了 好的 谢谢郭鲜岗老师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其实是这样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谢清零在福州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